亞洲南部熱道暴 越南水庫漁群暴斃 印度教室改成游泳池 喬治亞二讀通過境外代理人法案 再度引爆激烈抗爭 美國專家建議下修乳癌篩檢的年紀 從四十歲就開始 新聞全程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首先要告訴您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因為在臺北市長任內 有關金華城容積獎勵的爭議 遭到臺北市議員告發 地檢署紀念一貪污治罪條例 分案偵辦 把柯文哲列為被告 民眾黨方面則回應 希望檢方好好查清楚 不要政治辦案 前臺北市長柯文哲任內 將金華城土地容積率 提高到百分之八百四十 引發爭議 國民黨北市議員鍾小平 二日上午赴北檢告發柯文哲 以及前副市長彭政生 兩人涉嫌土利罪 王玉芬都發局長講 只有柯文哲被起訴 這個建造才可以廢 那我們可以才討回四百億 多給二十八容積的公道 地方自治以來最大的弊案 我們一定要來告 藍綠警要金華城案 民進黨北市議員簡舒培 也拿出當時公文指出 金華城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日 向市長市陳情後 提出市府應保障三項權力 最後是柯文哲 親自蓋章決心放寬的文件 為什麼金華城可以製創容積 為什麼金華城可以比較多根 答案揭曉 這是柯文哲核定的 柯文哲在這邊簽章 就直接送給了金華城 二十%的容積獎勵 到底當時的決策 是否和相關的法規 我想這個部分 就一定是要徹查清楚 所以政風不止已經 其中調查 檢調也都已經來索取資料 金華城容積率暴增 遭質疑圖立財團 台北地檢署已簽分 他自然調查 並指揮廉政署被調作搜證 調卷了解中 柯文哲列為涉嫌貪污治罪 條例被告 既然現在檢方已經開始偵辦 我們也呼籲有部分的議員 不要把自己當檢察官 不要用這種騙論式的抹黑 然後拿隨便的一個資料 來誤導社會大眾 針對檢署培質疑 金華城案是柯文哲蓋章決心 吳一軒也回籍 是否收到相關陳情 行政救濟 當然要將這個案子 交由獨立機關 都委會審議 隨行章是市政府 依法辦理的程序 記者話 曼城播 以吳家寶 台北報導 另外一個引發爭議的政治話題 是行政院會 今天通過內政部提案 加發全國村里長 年終慰酪金 一點五個月 雖然在野黨 有部分人士質疑綁裝 但是內政部長 林又昌強調 他沒有政治考量 也不是為了個人 議員辦公室裡堆滿文件 接聽陳情電話 準備質詢法案 是議員助理的日常 但薪資卻動漲 超過二十年 如今政院拍板 調升議員助理費 以及衛民服務費 議員樂觀啟程 根據地方民意代表 費用支給及村里長 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修正草案 每位議員的助理 補助費總額上限 直下市議員 從每月二十四萬 調升到三十萬元 縣市議員 從每月八萬 提高為十四萬元 另外也修正聘用助理人數 直下市議員 職首聘七人 縣市議員職首聘三人 草案也增訂議會 需建立內控機制 助理的這個相關費用 都必須要領取的這個清策 然後要由雙方去簽名 然後這些錢由議會 直接就撥到這個助理的 這個帳戶裡面去 修法也調增衛民服務費 直下市議員 從兩萬調高至四萬 縣市議員從九千元 調高至兩萬 鄉鎮市市民代表 從三千調高至五千元 其中發放村民服務費 總理漲年終未落資金七點五萬元 粗過每年將增加五億八千萬元費用 最快明年春節入帳 內政部次長吳榮輝補充 裁員是依照地方制度法 有地方負擔 中央補助少數財務狀況 不佳的現實 繼續要帶您看 在美國各家大學 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行動 星期二在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校爆發激烈衝突 兩派不同立場的群眾對立 造成多人受傷 而在同一時間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第七度訪問中東地區 希望能夠促成停火協議 但是哈馬斯還沒有做出回覆 以色列總理納塔亞胡 也向布林肯表示 無論如何都會進攻拉法 支持以色列的群眾 拿起棍棒 就往扎贏在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校UCLA 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學生 頭上敲 變成多人圍毆一人 UCLA的學生也不甘 示弱大聲嗆瞎 趁亂中 還有人噴辣椒水和煙火 支持以色列的群眾 不斷靠近 企圖拆除營地 眼看患亂場面一發不可收拾 衝突釀成至少十五人受傷 一人送醫 而在東岸美國當地時間四月三十號凌晨 哥倫比亞大學挺巴學生攻佔校舍 建兩週的示威活動進入白熱化 三百多人遭警方逮捕 不只哥大UCLA 全美十多所大學一號都爆發示威潮 過去二十四小時內警方總共在全國大學逮捕了四百多人 從四月十七號大學示威爆發至今 已經有一千六百多人遭到逮捕 這波蔓延到全美大學院校的抗議浪潮 成為一九六零一九七零年代反越戰示威活動以來 美國境內示威校園數量最多 且抗議時間最久的一次 目前警方已經宣布UCLA的校園示威是違法活動 並且多次以大聲攻呼籲示威者解散 否則將採取進一步行動 另一方面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以哈衝突後 第七度走訪中東地區 一號在以色列強調必須儘快達成停火協議 根據由埃及提出的最新協議 由哈馬斯釋放三十三名以色列人質 來換取暫時停火 哈馬斯表示將在短期內回覆 不過以色列強硬派內閣成員 向總理納坦雅胡施壓 強調絕對不能接受 停火協議 納坦雅胡一號也強調 無論有無停火協議 以軍都將對加薩的拉法展開攻擊行動 公視新聞沈盧沛編譯 很快到了新聞猜猜看的單元把鏡頭交給批帥 謝謝明明主播 今天我想請問大家 除了剛才新聞當中出現的於CLA洛杉磯分校之外 以下哪一家大學也屬於加州大學系統 還有另外一場受到國際矚目的示威行動 是發生在喬治亞共和國 因為該國的國會二讀通過境外代理人法案 被抗議民眾解讀為當局企圖整肅一己 星期三就再度爆發大規模示威 警方還出動了水炮 催淚瓦斯跟震撼彈 來驅散這些示威群眾 警方出動水炮車和催淚瓦斯 甚至發射震撼彈 試圖驅散示威群眾 並逮捕數十人 因為喬治亞國會周三在議會表決 以83對23票的壓倒性優勢 二讀通過境外代理人法案 為在高加索地區的喬治亞近期 因為執政聯盟喬治亞之夢 試圖通過境外代理人法案 授權政府單位對媒體與言論進行審查 導致民眾反對聲浪高漲 一旦這項法案通過 任何獨立的非政府組織NGO和媒體 只要從國外獲得超過20%的資金 都必須登記為境外代理人 否則將處以罰款 被外界稱為整肅一己的俄國法案 因為俄國之前也通過類似法案 來鉗制獨立的新聞媒體 喬治亞正尋求加入歐盟 去年12月已獲得候選國地位 同時也積極尋求加入北約 但此法案凸顯國內政治兩極化 執政聯盟喬治亞之夢 手握國會150席中的84席 絕對多數和反對派與親歐盟的現任總統 形成嚴重對立局面 包括歐美等西方陣營都對此法案提出批判 這項爭議法案預計將在五月中旬進行三讀表決 之後成為正式法律 喬治亞一九九一年脫離前蘇聯獨立軍隊在兩千零八年 試圖壓制與俄國相邻兩個地區的獨立運動 與俄國爆發南奧塞提亞戰爭 讓大部分喬治亞民眾對俄國抱持負面觀感 二零二二年俄羅斯清污後 喬治亞更將加入歐盟與北約寫入憲法 並得到八成民眾支持 公司新聞這位人編譯 亞洲南部最近有熱浪來襲 從印度孟加拉一路到越南 泰國和菲律賓都飆出了四十到四十五度的高溫 民眾熱到受不了 印度的小朋友也不想出門上課 有學校為了提高出席率 就把教室改成了游泳池 讓小孩來玩水消暑 鄰國孟加拉早就停課了好幾週 但是待在家裡也是熱 本來在當地就是奢侈品的冷氣機 現在價格節節高漲 還缺貨 買不下手也得買 繼續來到越南的同奈省 因為將近一個月都沒下雨 水庫裡面滿滿都是死魚 散發的臭味 讓附近居民叫苦連天 小朋友穿著制服在水中爬來爬去 互相潑水 全身濕透也不在意 但仔細看他們玩水的地方 竟是一間教室 這不是教室淹水 學童苦中作樂 而是因為印度最近氣溫飆升到攝氏三十九度到四十三度之間 北部北方幫這所學校怕學生熱到不來上課甚至生病 特別把一間教室清空注水變身成泳池 讓孩童有個涼爽消暑的去處 教室泳池推出後 學生盜效率也真的提升 校方也正向當地政府爭取 希望興建一座真正的泳池 臨近的孟加拉也是酷熱逼人 首都打卡氣溫一度飆到攝氏四十三度 民眾得不斷沖水煽風來保持涼爽 家電商家更湧現人潮 過客幾乎全擠在空調展示區 想搬台冷氣回家消暑 空調在孟加拉原先是奢侈品 近年因為當地電力普及 加上全球暖化影響 裝冷氣的人越來越多 最近更是需求量大增 製造商根本來不及出貨 部分廠商趁機抬價 導致空調價格每週都在漲 經銷商指出有的機型上星期售價是六萬三千塔卡 這星期已經漲到七萬兩千塔卡 漲了大約三千元台幣 但是面對一九四八年以來最熱的四月 消費者表示 漲再多還是得買 公視新聞 刷您編譯 宋門水庫裡所有的魚類都因為缺水而死光了 在地居民告訴記者 大家都因為魚屍臭氣沖天 過去十天來生活品質極度不堪 越南南部同南省的水庫 壽食萬尾魚暴斃 該區已經好幾星期沒有下雨 管理部門為了挽救下游農作物 試圖清除水庫底部淤泥 也因水庫水位太低 魚類根本沒有辦法生存 當地人與媒體記者認為是高溫熱浪 加上水庫管理不當所導致 就跟東南亞大部分地區一樣 越南南部跟中部地區正遭受破壞性高溫的炙熱烘烤 四月三十號 解放南方統一日放假 越南部分地區氣溫設施四十四度 河內街道行人寥寥無幾 大部分的人選擇待在室內 越南國家氣象局表示 過去幾天 北部跟中部部分地區記錄到最高溫四十二到四十四度間 要到五月初才會下降 南非開普敦四月初發生強烈風暴 五百多隻濱臨滅絕的小赤溪龜被沖上岸獲救 如今已妥善安置在開普敦海龜保護中心 在南非赤溪龜通常在開普敦東北部海岸自行上岸產卵 而這些海龜很可能是被印度洋一股暖流吸入 帶著繞過南非一角 再衝到開普敦附近大西洋的寒冷海水中孵化 專家認為這很常見 但強烈風暴導致數百隻被沖上岸就顯得不正常了 更別提保育員一天之中 收集到這些貨救小海龜所排出的塑膠片 跟紙匣差不多大 龔世新玩黃韻玲便宜 可能有些觀眾朋友會覺得納悶 為什麼大半夜的高速公路上 還會有這麼多車 就是因為昨天正好是中國五一長假的第一天 有許多民眾出門旅遊 而因為中國經濟最近出現下滑 出國的人沒有以前多 改為留在國內玩 各大景點都是人潮滿滿 長城上游客如知 上上下下的人潮川流不習 北京著名地標天潭也湧入大量遊客 不少人換上古裝 扮成大清皇帝或皇后 拍照打卡興致高昂 中國五一勞動節連放五天假期 許多民眾合家出遊 根據官方統計 中國國內的觀光旅遊 已經恢復疫情前的水準 紀念農曆春節以及清明時節 出遊人數比起2019年 分別增加了43.3%和11.5% 五一連假看來似乎趨勢不變 來自東北極林的遊客指出 目前經濟充滿不確定性 是導致民眾捨棄出國旅遊 留在國內觀光的重要原因 中國近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 雖然高於預期達到5.3% 但受到房地產危機以及內需不振等影響 經濟前景恐怕不容樂觀 民眾也面臨更大的經濟壓力 中國民眾坦言 在經濟下滑的情況下 就算出國旅遊 消費力也不如以往 以日本為例 根據日本觀光局的數據 今年1月赴日本旅遊的外國觀光客人數達268萬8千多人 其中臺灣 韓國 新加坡都大幅增長 但中國旅客人數不增反減 從2019年1月的75萬4千多人 跌至415900人 大減將近45% 而且大數比爆買的毫克減少了 整體消費金額也下降了一成六 不過因為最近日元貶值 日本旅遊對中國民眾的吸引力或許渴望回升 公視新聞則惠民編譯 接下來要特別提醒您 不管在國內外 乳癌都是威脅婦女生命的主要殺手之一 而美國有醫學組織最近就建議要下修篩檢年紀 主張女性在四十歲以後 每兩年就應該接受一次乳房X光攝影檢查 才能夠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醫護技師向受檢女性說明乳房X光攝影的進行步驟 美國現階段的防癌指引 建議五十到七十四歲的女性 每兩年接受乳房攝影檢查 而提出指引的獨立醫學組織 美國預防醫學工作小組 三十號透過美國醫學會期刊Drama 建議下修受檢的年紀 呼籲四十歲以後的女性 每兩年就該做一次乳房攝影篩檢 原因不外乎和年輕的離癌病患增加 以及黑人女性癌有死亡率較高有關 隨著癌症治療的進步 美國乳癌死亡率呈現下滑 不過仍位居女性癌症死因的第二名 美國每年有二十四萬人罹患乳癌 其中將近四萬三千人病逝 年輕離癌病患逐年增加 美國預防醫學工作小組的數據顯示 2015年以來乳癌病患人數每年以百分之二的比率成長 另一個讓醫界關注的情況 是黑人女性罹患病程 發展快速的侵襲性乳癌的人數比率 比其他族群高出百分之四十 新的指引建議並不適用乳癌病患 乳癌高風險的族群 以及年輕時接受胸腔高激量放射性治療的女性病患 還有在檢體中發現過病變的女性 她們應該依照個別的情況定期接受檢查 而該組織也正在研究七十五歲以後的女性 是否也該定期接受乳房的篩檢 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 鏡頭轉回臺灣 花蓮從四月三號之後余癥不斷 再加上最近下雨 部分山區道路接連出現落石 貪方 地震側報中心表示半年之內 還是會發生較大規模的餘震 而馬上又要進入梅雨季節 建議民眾最好不要前往山區 巨大的落石躺在道路上 連日的間歇性大雨加上花蓮餘震不斷 南投縣仁岸鄉頭八十九線例行產業道路 二十一公里處路段 二號上午七點左右 有巨石阻斷交通 經過公務單位搶通 已經能單線雙向通行 本分局在破爆之後 立即有通報公務單位前往搶通 台八線中橫九十一點五公里 南投縣仁岸鄉榮興村路段 則發生邊坡坍塌阻斷 零三十七中橫邊道 則是通了又塌 二號再度無法通行 另外雪霸國家公園大陸淋到東線五點二公里處 也陰雨反覆發生貪方 十六公里處還有樹木青島 水管處為了安全考量持續禁止自行車與其他車輛進入 雪霸園區大陸淋到東線五點二公里處 因五月一日午後雷雨影響 再次發生貪方 為了維護安全 本處將是降雨的狀況再進行搶灘 地震加上大雨 太魯閣 玉山 雪霸國家公園 都建議山友短期內如非必要 建議暫緩前往山域活動 氣象署地震側包中心也有同樣看法 地震側包中心表示花蓮七點二強震後 預計三到六個月內仍有較大規模余震發生 又適逢梅雨季來臨 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區 民眾也要隨時做好防震準備 大約在農曆三月二十三號前後 是墾丁珊瑚的產卵旺季 大量噴發的畫面 讓人看了嘖嘖稱奇 不過卻有潛水客多次在後壁湖 發現了大面積的漁網 很擔心會影響到珊瑚生態 鏡頭記錄到粉紅色的精卵樹瞬間噴發 這是墾丁海底珊瑚一年一度的產卵畫面 一號正式農曆三月二十三號媽祖生日 前後正式墾丁珊瑚產卵時機 墾管處與海生館及台達基金會三方合作 潛入水下直播珊瑚產卵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珊瑚是哪一種珊瑚 直播分兩階段進行 當晚九點半之後 才拍攝到較多數量的畫面 也因應珊瑚產卵 近來不少潛水客下潛 讓專家提醒要小心光害過多 讓珊瑚誤判影響生殖機制 海生館研究人員在上個月二十九號三十號 觀察到珊瑚陸續產生軟數 但專家也發現今年數量不比去年多 因為去年有這個颱風 那對墾丁的珊瑚礁造成比較大的一些影響 那今年看起來是沒有像去年規模那麼大 後壁湖生態保護區及左側珊瑚區 也被發現大面積漁網 所以第一時間移除 卻是近期第二次出現 橫管處回應四月下旬 才跟多個潛水團隊共計一百一十三人進海 兩個小時海下大掃除 新出約三十公斤垃圾 目前沒接過通報有漁網 已經發現最高可罰三千元 記者王庭陳顯 昆平都報導 現在馬上來看今天新聞才在看的答案 好的 加州大學是美國加州 由十個校區組織而成的公立大學系統 創始校區就是伯克萊 南加大是私立大學 馬里蘭大學則位於美國東北部 答案是三 你答對了嗎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黃明明 明天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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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